大家好,我是智海风水大师 在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串 我给我的客人亲自设计的一个手镯 我们叫做个人五行开运手镯 它的这个手镯设计的目的 主要是用一个木火通明菊 这个手镯主要是望健康望财运的 这么一个个人开运手镰 之所以用这个木火通明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生日 这个人出生的是鬼四年鬼害月 丁丑日心丑时 这个人出生这一天是个丁火 你可以想象丁火生在冬天的月份害月 这个火又是个阴火 又小又弱 属于典型的身弱格 身弱格就需要木来生之 火来补之 才能够把他这个顶火呢 给他强壮起来 所以这时候呢 他喜欢呢 走这个木火运 然后呢我们首先 要是走木火运呢 首先我们选的这个五行颜色呢 就是红色的代表火 绿色的代表木 首先要确定这两个颜色 确定了这两个颜色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核菊 它的核菊呢 它因为是树蛇的 丝幽丑呢 核菊 核菊是什么 是它的金菊 因为它出生这一天是火 火 克金金为财 但是它是身弱 不能够克不动财 并且八字里面也有偏财 这时候呢 它的核菊 这个核菊不能用 另外一个核菊呢 叫四身核菊 四身核菊 核菊是什么 是水菊 水菊呢 正好是 克它这个丁火 它本身就弱 这时候它不能再用水了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核菊也不能用 现在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核菊 叫四五位南方核火菊 这个火菊 这个火菊的话呢 一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核菊 为什么呢 丁火呢 生在这个 如果是在五的话呢 它是在路上 是灵关路上 如果是在卫上 是灌带上 同时又是它的核菊 这样的话呢 丁火就非常的旺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在给它配的时候呢 看到了没有 我们给它配了一个 我们给它配了一个 五马 又给它配了一个 胃羊 这样的话呢 就是四五位 就成核菊了 四五位 就成核菊了 因为这个人的八字呢 是全因 所以的话呢 这时候呢 我们要呢 想办法来保护着它 我们用什么呢 你看这个路路通 路路通呢 这是咱们中国的一个咒语 这种咒语呢 就是护你的 这时候呢 本身路路通呢 也让它的生活呀 心想事成啊 同时呢 这种咒语在上面 又对它起了一个 忽悠的作用 这时候 这个手镯呢 它的来历就是这样的 木火通明菊 旺财旺健康 个人开运手链 今天呢 非常高兴给你分享 这个手链的 整个设计和制作的 这么一个过程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